馬總統在治國中紀當中也提到他這次出訪友邦宏多拉斯的過程 也在這個華航波音747專機上錄製了新德感言 他說和紅國簽訂了經貿協定 進出口都大幅成長 不過他最希望這未來和大陸ECFA也能夠盡快來簽訂 紅多拉斯跟其他五個大臨美洲的國家 主要是中美洲的國家 跟我們中華民國簽了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是在97年下半年生效的 各位這個貿易協定簽訂之後 我們跟紅多拉斯的貿易成長了47% 我們出口成長63% 進口成長38% 我們買了更多紅多拉斯的咖啡 他買了我們更多的工業產品 這個也可以印證 當兩個國家透過自由貿易協定 降低關稅的時候 對雙方都是有益的 因為在今年當中 我們正要跟大陸談判兩岸經濟協議 也是一樣的 這是屬於另外一種型態的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也希望這一個貿易協定 能夠透過關稅的減讓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乃至於服務業的准入 讓兩岸的經貿能夠進入一個新的境界